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不应该出国度假 如果你已经有了旅行计划 请立即取消 不要为三月春假计划旅行 我们应该避免出国旅行 全国都应该待在家中 国内旅行也不是时候 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保持警惕 以最佳的状态熬过春天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特鲁多还表示 我们可能会在不加警告的情况下 采取新的更加严格的措施 将严重影响您返回加拿大 他称 联邦政府正在仔细考虑 强制所有入境旅客入住酒店集中隔离 联邦政府正面对各省政府的压力 要求出台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 最近魁北克省长乐高 出于对新变种病毒的担忧提出这一想法 他敦促特鲁多禁止国际航班 或强迫返回加拿大的人 自费在酒店隔离14天 乐高称 如果联邦政府不禁止非必须出国旅行 那么就得强制所有旅客酒店隔离 为期两周 费用自礼 乐高的这一灵感来自于新西兰 酒店集中隔离在那里被证实有效 而在加拿大也可行 有充足的酒店房间 皇家骑警可以协助执法 从2021年1月7日起 所有5岁以上入境加拿大的旅客 必须在登机前72小时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加拿大交通部门表示 自从加拿大执行旅行者 新冠病毒检测必须阴性 才允许登记的政策之后 已经有5万游客取消了 航空公司的机位预定 加拿大交通部的发言人 欧姆与记者分享了这个数据 称这个数字包括了国内 以及国际的旅行 尽管加拿大早已实行这一政策 安省一名男子 本月1月20日早晨 因患新冠去世 而他几乎是几个小时前 才刚刚从尼日利亚飞回来 据多伦多太阳报报道 1月20日早上6点30分左右 多伦多急救队接到报警电话 报警者称家人呼吸急促 以及味觉减退 随后急救队赶到了一栋民宅 在急救队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名47岁的男子 情况迅速恶化 失去生命体征 随后急救队宣布其身亡 医护人员被告知 死者前一天刚从非洲飞回加拿大 生前曾经对家人表示 他相信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有消显示证实 这名男子在周二19日 从底特略乘坐达美航空的航班 抵达多伦多 此前他从尼日利亚的拉格斯 飞往亚特兰大后 然后转机到底特律 消显示说 该名男子在尼日利亚 接受了新冠测试 但在出发之前 并没有收到检测结果 怎么会没有拿到结果 还能上飞机呢 我们无从得知 自从1月7日起 开始实施新冠阴性测试要求以来 至少有72趟国际航班降落在加拿大 自10月1日以来 加拿大的航空公司 在加拿大和18个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间 运营了1500多次航班 对于加拿大的新规 有网友表示 加拿大政府的执行力真是烂透 还有人指出 加拿大边境局口号喊得很响 说要下载AriveCAN和持有双阴性检测 才能抵达加拿大 可惜加拿大边境局却形同虚设 根本没有严格检测入境者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可怕新闻 英国首相鲍里斯说 已有证据表明 英国新毒株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希望大家真的要配合政府的防疫计划 不要再功亏一篑了 美国去年大选之际的民调显示 有很多加拿大人不喜欢前总统川普 而偏向于拜登 但拜登上台引使 即宣布兑现继选承诺 取消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的 基石输油管项目 这不仅让普通加拿大人不爽 政治家们更是难受 最新的消息说 好几位省长在与总理特鲁多的电话会议中 声称加拿大不能就这么默默地把这苦果吞下去 要报复美国 甚至为此不惜和美国发起战争 有消息显示对Global News表示 周四总理与省长们的电话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虽然其中涉及到疫情以及疫苗在全国分发计划的问题 但热点话题却是新任总统拜登备受争议的举动 宣布取消基石输油管项目 以至于加美关系问题成为了讨论的主题 根据参加会议的高管的助手说 省长们对拜登的决定非常的不满 他们强烈要求对美国进行惩罚或是制裁 即使这可能会导致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破坏 有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助手说 会议上人们异常的激动 情绪高涨 一些高官甚至呼吁总理特鲁多要与美国开战 多位助手对Global News表示 在讨论中安省省长福特 阿尔伯塔省长康尼 和萨斯卡车温省省长墨伊立场完全一致 他们警告总理特鲁多说 拜登在输油管的事件上完全是欺负人 我们加拿大人不能就这样认怂 福特与其他非产油省份的省长们都担心 如果拜登可以取消基石输油管项 那么他可能还会得寸进尺 进一步采取购买美国货的政策 以帮助美国经济从大流行中恢复过来 实际上 拜登在竞选活动中已经承诺这项政策 而一旦实施 将会把加拿大的钢铁 铝 和其他制成品聚之门外 这将对加拿大经济造成极大伤害 特鲁多则对省长们表示 他在周五致电拜登时为基石输油管道说话 据悉 此次通话是美国新任总统 在周三宣誓就职之后首次致电外国领导人 在通话中 特鲁多表示 加拿大对美国针对Kingstone XL输油管的决定感到失望 特鲁多还强调 加美双边的能源关系对经济和能源保障有重要利益 并强调了他对能源工人的支持 不过这似乎只是说说而已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特鲁多政府高级官员 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 特鲁多与拜登的电话会谈 气氛友好 特鲁多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和拜登的美国民主党 都属于西方的白左势力 常常做出不顾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情 特鲁多和拜登在这次通话中 重申迫切需要对气候变化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 双方再次确认他们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并同意在零排放和零排放车辆 跨境清洁电力传输和北极事务方面所谓的共同努力 而拜登方面只是客套地表示 理解取消基石输油管道项目给加拿大带来的困难 但同时表示 这既是在总统大选时对美国选民做出的承诺 也是在恢复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而拜登取消基石输油管道建设的许可证 是他在就职后几个小时内签署的几项行政命令之一 拜登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阿省和萨省省长的强烈谴责 因为加拿大这两个产油大省的能源行业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耗资80亿美元的项目 康尼早前已经表示 称拜登取消这个项目无异于对该省经济的沉重密集 康尼表示 如果该项目被取消 阿省将有大约10亿美元的自由资金处于危险之中 未来20年将失去300亿加元的收入 以及近6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其实输油管道这个项目真的是命运多舛 几经波折 先是奥巴马否决 再到前任总统川普扭转奥巴马政府的决定 开绿灯发出建设许可证 但川普离任之后 新让任的拜登签发行政命令 而这个禁令有可能使得这个长达900英里的输油管线项目胎死覆中 在疫情期间 加拿大已有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和商店接连倒闭 即使是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也无法幸免于新冠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22日 对于加拿大的巧克力爱好者们来说 绝对是灾难性的一天 华人们最爱的奢侈巧克力品牌Goliva在今天宣布 由于疫情的原因 他们将关闭所有在北美的门店 Goliva中文名叫哥蒂凡是一个高级巧克力品牌 起源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同时还是比利时皇室御用的巧克力品牌 向来有着巧克力中的劳斯莱斯这样的美称 Goliva对制造巧克力的要求极为严谨 因此 虽然市面上有琳琅满目那么多的巧克力品牌 但是Goliva在其中是占据了绝对的老大地位的 然而再过两个月 我们就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份甜蜜的快乐了 据Goliva方面表示 由于疫情对消费者平时购物的行为造成了变化 如今越来越少的人还会亲自跑到门店里去购买巧克力 原本Goliva还准备在北美开400家门店 但如今因为疫情打乱了他们全部的计划 只能黯然关店 虽然北美的店全关了 但是Goliva还将继续在欧洲 中东以及中国开展业务 在超市的商店里依然能够买到盒装的巧克力 只是以后如果想要吃店里现做的巧克力冰淇淋 可能就要跑到国内才能吃到了 这对于喜欢Goliva的吃货们来说 简直就是噩耗 趁着最后这两个月有机会的话 再去店里吃一次吧 因为警察人力有限 对于误报警是要给账单的 卑诗省宿里是一位83岁的老太太 去年12月发现家里的防盗警报器响了 因此报警 警方上门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随后给老太太寄来了一张112.5元的账单 老太于此 与家人为此而投诉 据Global News报道 Mary Gladwell去年12月12日凌晨4点30分 被家里的防盗警报器吵醒 这是自20年前安装警报器以来 警报器第一次响起 Global认为一定有人试图打开他房子的后门 但没有成功时才触发了警报器响 这位83岁的独居老人说 坐在家里害怕的睡不着 天一亮马上打电话给皇家骑警 警察过来检查了房子 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一个多月之后 警方寄来了一张账单 上面写着错误警报 收取112.5元 Global说 警方的账单是在告诉我 当我觉得需要保护的时候 打电话给警察是错的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公平 Global的儿子Roger说 他母亲从1960年起就住在这座城市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报警 就被罚款 警方等于在告诉长者 不要致电报警 否则我们会寄账单给你 这让一位因害怕 而感到需要帮助的长者 怎么办呢 此时经过媒体的报道后 苏里市政府回应说 已经查看了这份文件 并取消了罚款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